好的 现在是读信时间 我们来听听我们的羊羊 给我读信 因为我有太多字看不懂 所以我每天就是拿到所有人的信的时候 我都会让他来读给我听 你来听听吧 爸不请 我没有见面了 本来说的今年就不再去线下 没想到你太想我 姐 你真的表现得特别好 我正在第一排听你唱 然后真的超级满足 我知道 那次也见到两位一年多没见的新姐朋友 我们因为你而认识成为很好的朋友 在一起更加爱你 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11月4号那天你弄完火星离开长沙 后即使聊了那么久 那个说来自福建的就是我哦 你要多来福建 好嘞 那天听不落的音符 突然被早已不再脆弱 学会潇洒的不假思索触动 好想能更理解和了解你一些了 这第一次听吗 以后的日子都是好日子 独立自主的小女孩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们都有看到 想要你成为巨星 也明白这一路太难太辛苦 所以我们慢慢跑也没有关系 好 谢谢 我的烦呢 我会跑得很慢 很爱你 这个人的ID叫 秦儿的小儿 反12月12号 谢谢 下一位 下一位 四页指 秦庆 你好 我是来自福建福州太阳星 首先我要说 秦庆辛苦了 谢谢 自转下去放大了这几个字 秦庆辛苦了 好 毕业后的半年 特别是12月 工作的行程很多 你一定很辛苦 但我相信你一定很开心 新专辑天气情真的非常好听 谢谢 我妈妈喜欢雨哈哈 她喜欢听短歌 感谢你出了新专辑 感谢环球的支持 让越来越多人听到了你的歌声 并喜欢上你的歌声 听你唱歌是一种享受 不同风格可以有不同的味道 我很开心 去了苏州的国潮音乐节 听Live给我很大的震撼 在台下跟着节奏摇摆 立体环绕音响的效果真太棒了 我的天哪 什么立体 我真唱 你是一个Live型歌手 我是真唱 真唱 我是真唱 你是一个Live型歌手 舞台上的你就是散发光芒大太阳 期待你可以继续 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我们下一张专辑再见 下一张关系 独立自主的半年来 除了新专辑 生日和音乐节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火星请到局了 我们要给你大大的赞 展示一下 这位星姐画了一个手 我能感受到你的努力 你的进步 当然还有你每一期 你都那么美 你是我的演 那一段真的很搞笑 看你在节目中笑得那么开心 我也好快乐 踩卷真的很动人 和薛老板合唱 琴琴的声音 称呼得更加温柔 让你在节目中 PO出自己的日记 再次感叹 你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 非常努力的小孩 是 我身边有朋友 喜欢用手杖记录的每一天 说到仪式感 这个东西呢 我真的是对 我真的发现 我自己真的是 一个特别有仪式感 就有可能我的仪式感 对很多人来说 人家看不懂 但是呢 我就觉得说 很多东西 都是放在心里的 走过的事情 遇到的事情 都是感谢 所以我觉得 这种仪式感 对我来说得有 就虽然说 不管说遇到的是好的 还是坏的 我觉得都得有 这样的仪式感 因为不然的话 不会有今天的我 但很多人都搞不太懂 但我觉得 给自己生活 有一些小仪式感 当你回去 在看的时候 你就会 充满了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回忆 然后你在每一年看到 你做的这些仪式感 或者说你想做的 这些仪式感 你回去看了之后呢 你就会有不一样的心情 在每一年 所以我觉得 有仪式感 是我的一个 人生重要的 一件事情 所以各位也可以 试试 过一些 有仪式的仪式感 让你们 有可能 十年后再回来看了 你们也还会觉得 嗯 我做这样的仪式感 真好 让 好嘞 我身边有朋友 非常喜欢我手上来 记录每一天 我真的很佩服 这是我坚持不了的 我刚刚刚 我刚刚说完 人要有仪式感 这件事情 好好记住自己 成长的每一步 以后翻看 一定会充满成就感 杨云晴就是最棒的 在你身上 我知道越努力越幸运 真实真诚 谦逊 可爱 机灵 太多血量 当然人有千面 但你展现出来的 就是足够吸引我 牢牢的抓住我 做自己很难 也很轻松 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所以不必为了外表 所以不必为了外物 去改变自己 顺从自己的内心就好 我一直很顺从自己的内心 我改变过 我记得你要一直唱下去 你想要拥有个人演唱会 这一切都不会是梦 由自己一步步实现吧 慢慢来 不代表到达不了终点 我们一起变强大 成长是辛苦的 努力强大到 不用在乎任何人 我不急 人生那么长 你还要生到80岁呢 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 我是你的歌迷朋友呀 八十岁 一个人在中国打拼 要好好照顾自己 希望你的朋友能开开心心 希望疫情可以过去 希望大家能回泰国 看爸爸妈妈弟弟和狗狗 撒腻大美女 我好爱你啊 一定要开心 我好期待首唱会 期待我们下次相见 她的ID角去切副把阿鲁 好的 Over Maya 这位新姐应该 写到手传了吗 她写了四张纸 下一位 下一位 哎呦感觉还蛮厚的 先来看一下 很好 非常好 很长吗 很长 杨芸晴 欢迎你来厦门 厦门超级美 是的 欢迎你逛厦门 好的 没了 什么玩意 没了 这位新姐 那个名字有留吗 没有 她没有留ID 连ID都没留吗 好 这位新姐 谢谢你 有心了 再比一下刚刚那个四张纸 有心 谢谢 谢谢 我觉得写的少 写的简单明了 也是好的 我就说你们想诉说也是可以的 反正呢 都会看都会看 但是这个 应该可以再多一点什么 我有看你的专辑 我会支持你的专辑什么的 嗯 可以再加一点好不好 那这位新姐下次写再多一丢丢 也有那种分量的那种感觉 下对比 主要有点少不赖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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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反正 写多写少都会看 我看不懂也会找人给我念 谢谢 哈啰 亲爱的桑妮 欢迎你来到福建呀 我已经在福建等你好久了 是吗 希望这次厦门之旅能够开心呀 好哦 先说一句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距离见你只剩不到两个小时了 心里有些激动 相信我们还会有好多个下一年 会一直支持你哦 好的 电气琴真的好好听哦 谢谢 送给朋友们对我再夸你哦 哇哦 我的小琴真的很会唱歌 那当然 已经在期待月底的首唱会了 要好好加油哦 好没问题 还有在工作期间也好好照顾自己 不要生病了 自己也在聊草 希望你能看懂 好 动车上写的真的很感 哇 有心了 从动车过来 爱你的 伍威伍 谢谢伍威伍 来 下一位 哇 哎 这是这是定制的那个信纸哎 哇 哦 我这张照片好好看哦 哇 这做的很好看 Champion I'm a champion We are the champion 亲爱的Sunny 健行安好 健行安好 我是一个无法到机场接你的卑微小福星 这次你来厦门 我是从追你到现在最有可能成功的一次现象 天时地地都有了 嗯 但最后又败在的人不合 家里人不同意 嗨 没关系 一瞬间悲伤逆流成河 加上今年的种种不如意 我们小青春 中国人穷微笑 不哭 当群里在热烈讨论的时候 我崩溃大哭 说实话 今年对我来说真的太难太难了 内心郁洁 却为了不让周边人担心 把最灿烂的笑容挂在脸上 当初粉上你并不是小绿一眼定型 而是你素面朝天 却拥有感染人的笑容 嗯 本来还有很多话想说的 嗯 但是我高估了性质的容量 就放到下次吧 对了 信封你的明信片是一段古文 是这次未能见你的内心写照 嗯 有兴趣了解的话可以搜搜看哦 他的微博ID是 伞里有大可爱 未见君子 我心伤悲 意尽情旨 我心择疑 谢谢 还有吗 我的天啊 哇 这好像是一个纪念品哎 哇有点重哎 哦全粥 它是吸铁的 哟 诶 诶 贴不上来 这这这没有铁啊 哦 哦 对了对了对了 干嘛呢 我们为了要证明它是个冰箱贴 我们要这么难 这么这么难搞我们 秦秦你终于来下门啦 呀 笑醒的那种开心 诶 先和你道歉 先和你道歉 生死在苏州北 我跟着其他太阳星往里面跑 没有注意到你就在我前面的前面 不知道是不是离你太近 让你不开心了 安检的时候看到你因为 小背包没过安检 又重新 往我站的方向走来放包 我吓得不敢往前走 心跳快快停了说真的 感觉自己打扰到你了 直到在站台上看到你笑了才安心 没有啦 其实那天在过安检的时候出了一些小事 所以 跟跟大家都没有关系 是我自己的 是我自己的情绪问题 对对对 有可能也是 刚下车然后刚醒的原因 就我我起床气比较严重 所以 对对你们没有任何意见 记者在苏州北接你和送你都算离得很近 嗯 但我太怂了不敢和你说话 甚至下电梯的时候 大叔问你是哪个明星的时候 我都紧张到没有完整的说完你的名字 紧张到忘记说你是歌手 只说了一句唱歌很好听 脑袋一片空白 我自己在几年前你好像有来过厦门 在厦门看海 这次来应该能看到海吧 十年了 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 希望这一次旅程能开开心心 厦门也是我很喜欢的城市 大学毕业后 我又在厦门工作了几年 虽然现在回到泉州家里了 但我仍然很喜欢厦门 好嘞 看我们的信你应该很吃力吧 还好 但是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 嗯 这个月会是辛苦的一个月 我最开心的还是看到了首唱会 虽然是线上的 但足够让我开心很久了 其实这个月你们看起来感觉形成很多什么的 但其实每个月都是都都都都大概就是这样 也没有多辛苦 嗯 我还是那句话我等你的演唱会 好嘞 PS 冰箱贴是小礼物 因为其他太阳星基本送的都是下面的东西 嗯 我是泉州的 好的 所以我想送你一个泉州的冰箱贴 好嘞 希望你能喜欢 喜欢 杨总 请记住我们的嘴脸 爱你 杉杉杉杉 不是杉杉杉 1112 嘿 Sunny 耶你好 没错又是我杨秦宇 不知道你还记得我吗 谁啊 经常在你眼前蹦蹦哒哒的哈哈哈哈 哈哈 谁你是谁 其实呢我看了一圈不知道送你什么礼物好 也不知道你会不会收 所以我干脆写了一封信给你好了 好的 我必须要先诉个苦杨云琴 我认识了你六年 嗯 哇 这是你从14年出道以来第一次到县门来 我终于等到你了 我也不多说什么了 求你以后常来行不行 好 看看如此可怜如此冷宫的福建吧 记住我们的福建 为什么是冷宫呢 因为你没有来过啊 你去郑州 我没有来过就代表冷宫 最后呢 还是希望你在工作的闲暇之余 可以看下门的风景 放松一下不要太累啦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这是这是厦门吗 好的 谢谢所有的信都念完了 有一些人的信 有可能大家就没有听到自己的信呢 不用担心 我肯定是看完的 因为在刚刚就是 其实我每一天就是能收到你们的信的话 都会看然后都会听 都会听你们 你们 你们给我写的信 那有一些就是 因为在刚刚还没有录的时候 因为我会有一些反应嘛 我就会想回一下你们给我写的信 或者什么的 刚好呢就觉得 哎 那可以来给大家听听我的回应 然后听听看我的表情 看看我的表情 就是听你们的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想要证明 我看过 我真的看过 好啦我就这样 就是 谢谢各位给我写的信 然后谢谢各位送的礼物跟花 希望大家 嗯 天天开心 天天快乐 希望我能成为你们的 生活中的一部分的快乐吧 嗯 然后大家晚安 我要去睡觉了 明天我要去古拉鱼啦 我要去享受古拉鱼的美景 还有古拉鱼的美食 还有古拉鱼的文化 什么 什么东西 晚安 拜拜